最近的天气是忽冷忽热 对于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 异常痛苦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 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一些误区 今天我们就要和您重点说说 如何正确的治疗过敏性鼻炎 鼻子都过敏 这很严重的鼻子过敏症 我随身都带着鼻炎的药 我的鼻子很不好 所有能够听到用的 治破敏性鼻炎的方式 全是过了 有时候确实也没有 也验证不了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敏性鼻炎之所以不好治 或者给大家留下一个很难根治 或者说一个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个状况 是因为大家在用药上 多是不规范的 比如讲我们用一些鼻腔的喷剂 应该严格按照人家给予的时间 给予治疗 我们讲应该不低于两到四周的连续治疗 还是判断治疗有效 没有效的一个方法 这是一 第二 再有一个就是用药 口服也是这样 你在治疗的过程中 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示用药 不是症状一没有了 就要马上停药 这样很容易就复发 好多治鼻炎的吸药都有激素 不能吃 我觉得鼻炎这种病 它是一种慢性病 用中医来调理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因为这样治标也治本 吃中药当然是对过敏性鼻炎有一定效果了 因为过敏性鼻炎在中医上 大部分都属于肺脾气虚的病人 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的时候 也特别有意思 采用了一个叫鼻炎的一个血管疗法 那就是什么 在兼中药的时候 让病人用蒸气熏蒸鼻腔 然后还可以 在肩主中药的时候 收集一点 肩主的这个中药的蒸馏液和生理盐水对上 再去点鼻腔 然后再把剩下的这个肩药的 肩德的这个药 再喝掉 这样一个三步的疗法 其实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 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如果您选择用中药来治疗过敏性鼻炎 那就不妨试试孙主任教给我们的 训练和三步结合的方法 简单一行又能将药效发挥到最大 不过因为每个人体质和症状表现的不同 所以中药药方则应该由专业的医生给您开取 切勿到听途说盲目治疗 不过如果您不喜欢中药治疗 孙主任还教给我们两个可靠的一招先 让您轻松治疗过敏性鼻炎 如果说用简单的方法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第一可以用暗楼营香穴的方法 可以缓解一些鼻腔阻塞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一行而可靠的方法 其实就在这个鼻唇沟的上方 在鼻翼的两侧有一个营香穴 这个穴位在按摩的时候 它可以改善鼻腔的循环 第二就是做鼻腔的冲洗 比如讲温盐铁的这种鼻腔冲洗 也是简单一行 冲洗鼻腔的生理盐水 可以到医院或药店去买 它是很便宜的 假如说500毫升 你可以用两天到三天 这样子其实才几块钱 我曾经试过用凉水澡起来 而且越是冬天 这是为了让你的鼻子适应这个额腿气候 但我用凉水洗完了 更大的 当然有的人总想是简洁一点 晾一点凉白开 然后加一点盐 实际上我们不太提倡这种方法 因为你配五的这种盐水 濃度过高或过低 都不太适于治疗 尤其是过高的情况 会使盐分过多 对于鼻腔黏膜有刺激 到你用它冲洗的时候 反而容易造成一些黏膜的肿胀 这样就不好了